上次给老伙计分享这个外置的4060的显卡屋 然后有这些挑事的老伙计们就开始怂恿老张了 说老张你为啥不直接买一个4060的笔记本呢 我一想也对啊 你如果不是已经有了迷你主机 或者是你有一个集成显卡的笔记本电脑 你没办法 如果你现在这个阶段想要体验4060畅玩1080p游戏的话 4060的笔记本还真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4060这一代台式机的4060基本上和移动版4060的参数是一样 只不过它的频率略有一点差异 然后就是TDP的设定略微有点差异 所以现在在移动版讲的是移动版GPU可以释放到TDP多少瓦 有几个选择 联想的Y9000P 及格的 雷神的 小米的老伙计给我提供了一台正在内测的笔记本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即将发布的新版轰密G Pro 最大的特点是CPU变成了14650HX 然后它的显卡没有缩水 显示器没有缩水 内存没有缩水 硬盘没有缩水 只有CPU缩水了 所以从Y9的14900 8499 然后降为Y7的146 T老虎你们问一个问题 你预估一下会跟之前版本便宜多少钱 我猜小米如果是个杀手级的设计的话 应该卖7000多块钱 7499 就真的完全是可以降为秒杀 这种产品了 总感觉这个机器是为高考悬赎准备的 对对对对 大家都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然后就带一台这样的机器 一直没空给大家分享 最近不是做那个希腊掌管 NAS的神的吗 没空弄了 这是一个板砖级的电源适配器 做的还是比 别家的还是要好看的 规格参数 19.5V 16.9A 300多瓦 这笔记本好多事 一般的游戏本都是大塑料壳子 刚才忘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说明书 扔 底壳 很显然这是塑料的游戏笔记本的常态 然后装风扇 123 我从外面看 至少是三热管 IO主要在后半部分 迷你DP 雷电DC HDMI标准接口 两个USB 一个网卡接口 这是右侧 鼠标的USB接口 ISB卡接口 左侧USB接口 注意啊 它的网卡直接给了2.5G 这现在就是标配了 然后它的HDMI 给到2.1的满写版本 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些USB的接口 大家注意看那些USB的接口 都是黑色的 对吧 但是它除了左侧的这个接口之外 其他都是USB3.2的满写版本 然后这有赛瑞的这个音效 顶盖应该是铝合金 但不是CNC 红米G的logo 带RGB 它的触摸板也是带NFC扫描了 240赫兹的16寸的2.5K屏 拉满了 2.5K能拉到240 4K的只能拉到144或者185 所以如果追求高刷 一定是2.5K 如果你要发挥好4060的全部性能 4K就太高了 1080P有点太低了 所以2.5K是最好的一个中间的阶段 插电 开机 看这灯闪的 你看这个 咱们这个素面朝天的红米 这也是一个16寸的 很多人说16寸你怎么不给小键盘啊 给了 游戏本给你小键盘 算一下今天的装备能卖多少钱 出了屠龙刀 对它有灯效可以选的 你觉得红米和小米笔记本究竟差别大吗 小米没有游戏笔记本 红米就是给年轻人用的 小米未来是给高端用户用的 小米手机和红米手机区别一样 一模一样 小米已经没有专门定位游戏手机的了 当同一个网络里面有你的移动设备的时候 它就可以把你手机的画面直接投屏到电脑上 这是小米全家桶用户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如果你是米粉 这里的功能你应该都不用我介绍 它还集成了全新的应用商店 这里的应用基本上都是精选过的 没有那么多的广告 不像这个某数字公司一样 狗皮高腰是吧 NF7就可以唤醒小爱同学 你好我是小爱同学 好接下来咱们来看看红米的游戏本 专有的这个应用叫做小米G Command Center 控制中心 哇塞这个界面一看就特别的赛博朋克 这里会显示CPU的利用率 CPU的温度 然后两个风扇的转速 显卡的使用率温度 然后还可以在这开启显卡直连 这是光效啊 一共有11种呼吸波浪常亮 默认是波浪 速度什么的都可以调啊 然后还可以单独调整这个光带的灯效 这是它的一个狂暴引擎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细微的调节整个性能的模式 这台机器用的是液晶加VC均热板的一个设计 应该是散热配置是比较高的一个版本了 咱们这个爱七版在散热部分是没有缩水的 咱们看一下在狂暴模式完全打开的状态下 跑甜甜圈CPU能够跑到多少瓦 135137大概可以摸到140瓦的一个样子 CPU TDP55瓦我们来看看能释放到多少瓦 145瓦左右 赛博朋克2077 这4060其实是老演员了 但是咱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机器能够跑成一个什么情况 140瓦的GPU示范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光线追踪超级预设 然后大力水手关闭 2.5K分辨率下 直接开怼就行了 风扇狂转啊 OK这个应该是负荷最大的一个游戏的状态了啊 平均下来帧数43帧 B平线5 这机器的配置其实就摆明了 B平线5不会太有压力啊 所以咱们这次把预设全部给它拉满 咱们来看看到底能跑成什么成绩啊 哇塞 这个点对点看起来效果还是不一样啊 轻轻松松啊 150帧到160帧吧 现在是狂暴模式打开的状态下 并且打开了GPU加速 也就是解锁了140瓦的4060移动版本的GPU的封印 现在GPU占有率92% 能够跑到170多帧 180帧 哇塞 再猛点这显示屏就成瓶颈啊 轻松秒差 175帧 哇塞 强 对马倒啊 还是随便给大家玩一玩啊 哇刘畅 跟手 爽 爽 好久不玩笔记本老张真的是震惊了 大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一个4060i7满血的笔记本玩游戏 弄个他玩盗版游戏不爽到飞起吗 老张别这么说 好了如果大家还想看老张给大家体验什么新的科技产品 让老张给大家汤雷也好 给大家体验也好 给大家拔草也好 都可以在评论下方给我留言 然后别忘了点个关注点个赞